首先看一个你自己的这个书写的能力 来 写自己名字 姚蓉是吧 虽然你这个字写的是特别洒脱 但是咱们这个初学者肯定是讲的是从楷书正开 点横竖片 沾拉钩 这几个基本壁画 咱们是正要入 你这么说吧 因为我觉得签名的 我觉得主要寻求的是特别嘛 对吧 所以说这个就是要这样写 所以如果说你觉得如果要改进我的签名 或者是我要提升我的这个书写能力 你觉得我应该从哪些角度去提升呢 看你写这个字 我小小地给你提个建议 老师您先写一个 行 当然这个黑白笔啊 这个写的也不行 因为这个比较和那个 就是说你拿了个毛笔或者钢笔 在纸上写还是两个效果 所以老师我看到你的这个 就是书写以后 我觉得我不用去学习了 觉得首先我不管他的书写的专业性怎么样 但我觉得从老师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其实他首先没有了解我的需求是什么 我也提醒他 但我觉得所以我觉得做老师来讲 可能还是不是很成熟的一个 这个有技巧的老师 我觉得这个书法呀 还不是一种这个审美的问题 但是大家审美观应该都差不多的 这个你写的字 我觉得像小学生差不太多 没看出什么书法 感觉他得去学一下才是 他不是学生不是 所以说我刚才说了 我就是是书法入门 我为啥不说呢 你自己入门还是你教入门 教入门 教入门 也不能叫书法 你如果教小学生书写 我觉得还行 来来来 我们把他的作品拿上来看一下 来你先去休息 这是两幅字 一幅是后的载幅 这一幅是天道成情 这个是我今天临时写的 因为就是在我写字的地方比较有限嘛 应该的是严格的说写一幅字 就在一个案上 应该是一气合成的把它写完 但是我写的这几个字呢 就是写一个 然后挪一次 所以说有些地方 肯定都是有问题 按说应该让张萌说 但我还是忍不住 我得说一下 就是因为书法也属于艺术 在艺术培训这个领域 我不认为说 每一个爱好者 都有能力去教孩子 因为恰恰是孩子 他们应该上来就得到的是 从观点上的最正确的 最高级的这样的东西给到他们 而不是说自己对自己 还没有一个特别好的人 说我是入门 我觉得不能这么去教孩子 他找工作会很困难 特别是我看不到 他一个正确方向的改变 我见过很多生产之间的人 表现出来的硬气 要比他强烈多 在这个人身上我看不到 来第一轮选择许贺率 想到这个结局了吗 我的傻选 首先说一点 一个初中学历的人 字写得这么漂亮 再反观一下一些大学生 硕士生 博士生 那字写得跟狗爬了似的 其实呢 还是在于一个人 对于一线事物的付出程度 对对 其实刚才了解到 你一直以来的经历 我感觉你好像也不是 特别的狂热书法 你要是特别痴迷于书法 你中间不会断 是是是 这两年因为生活窘迫 再加上可能有旁人说 你可以适合去教学 所以你想来试一试 对 对 但诚如有一些企业家所说 其实教人书法 不简单是教人书法 你首先你得有一个教的方式 对吧 然后其次在教书法的过程当中 你还得给学生交流 学生还从你身上 能得到一些东西 所以不是那么好教的 谢谢 好了 谢谢 好了 谢谢大家 好